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当事人 我是浩阳 15年前 一部名叫《我的野蛮女友》的韩国电影在中国上映 仿佛是一夜之间 在现实生活里也开始出现了大批的野蛮女友 在传统观念中 温柔内向的女生开始变得越来越独立 而且富有个性 15年之后 就在昨天 一部由宋茜主演的电影《我的新野蛮女友》又和大家见面了 和老版的相比 这位中国版的野蛮女友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她的奋斗经历又有哪些与众不同 那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要对话《新野蛮女友》宋茜 4月22号 由宋茜和车太贤主演的电影《我的新野蛮女友》在电影院里和大家见面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名叫千牛的韩国青年 在遭遇失恋打击之后 与来自中国的初恋女友欣欣意外重逢的故事 两人在众人的反对声中走进了婚姻殿堂 开启了一段既浪漫温情又欢乐搞笑的野蛮爱情之旅 作为15年前韩国版《我的野蛮女友》的续集电影 在《我的新野蛮女友》中 男主角由原版千牛哥《车太贤》饰演 女主角则从韩国著名女演员全智贤换成了来自中国在韩国出道的宋茜 新老野蛮女友之间的对比也成为了本片的一大看点 大家都会问我有没有压力啊 会跟第一部做比较啊 其实我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 压力也没有很大 因为完全就是我的角色 完全是一个新的野蛮女 完全是另外一个角色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给我的发挥的空间是很大的 而且又是这么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挑战吧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和成名已久的全智贤对比 对宋茜来说是略有一点点苛刻的 因为出道七年以来 这还是宋茜的第一部电影 在此之前 她当过模特 舞蹈演员 做过歌手 也拍过电视剧 但对于主演大一幕电影 还是大姑娘上校头一回 那么第一回主演电影 她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呢 是演技 对 其实是演技 因为之前都是电视剧嘛 而且其实我的作品并不多 因为是大萤幕嘛 所以对演技的这种东西 其实还是要求很高的 因为首先它要真 而且人的脸这么大 然后我的表情也就这么大 你要放大到那么大的屏幕上面去 其实微妙的一点点小变化 都是让大家看得很清楚的 那电视剧其实 电视剧的演法上面 其实还会有一些夸张的 其实 对 大萤幕就会要更真实 然后更自然 更贴近生活 在电影里 宋茜化身野蛮女友 对老公的各种花式虐待 经常让观众忍俊不惊 但是在片场拍摄的时候 这些搞笑桥段 却经常让宋茜感到有些难为情 就是刚开始是挺不好意思的 你要去打人家嘛 你更何况是拿一双脚碰 就打到人家脸上去 那是你的脚 是我的脚 是我的脚 然后就是 然后还拿毛巾去抽打 但是这些都是真打的 所以在打的时候 我刚开始就不太好意思 那后来就是他们就说 你不要害怕 你就真的去打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越打得越真 你打得越实在 它就越真实 那大家看的时候就越舒服 就越爽 就越过瘾 所以我就说 好吧 就下狠手 然后打到后背都红了 就是 哎 就挺不好意思的那种 电影里的猩猩和牵牛虽然总是打打闹闹 但是小两口之间的感情 同样也在这些平日生活的小插曲里 摆脱了柴米油盐的繁琐 有了些诗和远方的味道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宋茜 是否走的也是这样野蛮女友的套路呢 其实跟我平时性格还挺像的 对 我平时就是你不能说我打人吧 就是有什么话就说 然后性格比较没有那么小女生吧 就是比较女汉子一些 对 对于一位演员来说 29岁才迎来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确实有些姗姗来迟了 也正因为如此 宋茜总是会更加珍惜每一个眼前的机遇 将有限的时间交给尽可能多的作品 而这种时不我待的紧张感和饥饿感 要从她更小的时候开始说起 位于北京市中关村附近的北京舞蹈学院 被誉为中国舞蹈家的摇篮 同时也是宋茜演艺事业和个人梦想的开端 1998年11岁的宋茜在老家山东青岛 学了一年的舞蹈之后 正是从这里的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开始了专业的舞蹈学习 其实就是很那个什么就是 当时去北京也是我们老师让我去考的 老师说你有北京的学校招生 你去考一考吧 那老师说的话怎么能不听呢 我就吵着我妈妈要带我去考 然后结果一考就考上了 考上了以后 那我就在家里面吵吵着我要去 我要去北京上学 家里人没办法就让我去北京上学了 由于北京舞蹈学院附中采取的是技术制 当时只有11岁的宋茜 不得不小小的年纪就跟父母分开 学会独立生活 当时的班主任孙老师 至今还记得宋茜刚到学校的样子 她小很小 从青岛过来的时候圆圆胖胖的 脸这样圆圆的 然后个子也很小 然后皮肤有点黑黑的 但是那个两个眼睛黑黑可机灵了 就是她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小的小圆圆的小姑娘 但是很机灵 她的生活能力很强 性格很独立 所以她刚刚从青岛来到北京 我觉得她的适应期很短 她不像有些孩子需要适应一年 而且她很快就在那一波孩子当中 就属于能力很强的 就当上班长 然后就当上课代表 就是这样的 我是上小学的时候 因为自己家离学校远 所以我就住在外婆家 爷爷奶奶家 对 所以就小时候开始 我就是很独立的 就自己干什么 都是自己做啊 然后后来就是 反正都是独立的 我就去北京了 去北京也是自己一个人 正所谓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宋茜学习的是中国舞和民族舞专业 真要求舞者 从头到指尖都柔软过人 从小好胜心强的宋茜 就逼着自己完成一个又一个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很刻苦 宋茜是属于很刻苦的孩子 因为她很懂事嘛 她很知道她自己要干什么 我觉得她妈妈好像对她没有 没有说要求她必须要怎么样 但是她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 她一定要专业上要 比如说我们专业上课 我们站在中间的人就是最好的 她就一定要站在中间把杆 就是一人练十遍她就要练二十遍 二十遍就我比别人做的好 我就可以站在中间 然后这个排 比如排一个节目两个人一起排 然后她一定要就是她那个 她要跳到最好 她可以上台演出 因为专业成绩突出 连续多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宋茜 最终被直接保送上了北京舞蹈学院 2007年在北京市舞蹈大赛中 她又凭借华林和花妖新娘两个舞蹈 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一条成为舞蹈家的标准化道路 已经在她面前栩栩展开了 觉得至少应该是一个国家级的主要演员 就是一级演员 我觉得她是可以达到的 就像电影《阿甘正传》里面说的那样 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 就在2007年的这次舞蹈大赛上 来自韩国娱乐公司的心探也相中了宋茜 邀请她到韩国去发展 那到底是坚持原来的道路 继续向舞蹈家的梦想前进 还是到韩国去尝试一条更为新鲜 也更加冒险的演艺之路 宋茜陷入了两难 也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就是人家选上我了就挑上我了 那我最开始就是觉得 我又不是学这块的料 我又没学过 我是学跳舞的 我就拒绝了 但是就是公司还是找我呀 就是觉得想要跟我 就是想要就是来韩国培养我啊这样子 我当时是大三嘛 当时我的困难就是学舞蹈这么多年了 我是继续学下去做一个舞蹈演员 或者是以后当一个舞蹈老师好呢 还是去寻找一个新的东西来做比较好呢 那我当时不安的也是 我没有学过这个东西 我又不是什么那种专业院校出来的 我只是一个学舞蹈的学生 我可以做得到吗 但是公司的这种诚意就是 让我觉得 我可以去试一下 那要不行的话那就 不行的话就不行呗 不行话再说 那我觉得当时就是一头热 我就可以的 我可以去试一下 既然公司对我这么有信心的 那我对自己也应该有信心 那我就去了 被公司打动的宋茜 甚至都没有去韩国做过考察 在北京花了不到三十分钟 就完成了签约 那时候怀揣着一腔热情的他 不会想到 没过多久 当他真正到了韩国的时候 等着他的除了梦想 还有一面而来的一瓢 刚去的时候就是到公司去看嘛 然后一句都不会 第一句韩语都不会 然后去了以后 第一看 全是小朋友 就是都是那种初中生 高中生 小学生 就是让我觉得 我怎么年龄这么大 然后所有人就是 也有中国练习生 但是几乎都是韩国人 然后公司里的人也都是韩国人 那我一句话都听不懂 那我就是属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年龄又大 那我就 就只能硬着头皮 就再努力点呗 身处异国他乡 语言是宋茜 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方面 必须克服的一个难题 为了学好韩语 宋茜开始恶补韩剧 把表演课上的韩语剧本 对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 翻译成中文来练习 因为语言不通嘛 老师给我的剧本 不可能给我中文剧本 给我都是韩语的 然后就要每个字每个字的找韩 找那个翻译找词典 然后就词典上没有的 然后我就要看中国的网上 那种翻译的字幕那种去找 其实这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当时来说就是 什么都不想 就是鼓着一股劲 就是我能做什么 我能最大的限度去 把我在韩国学到这个东西 老师前一天教过我的东西 我能今天把它消化得最大 我就花最多的时间去消耗它 去消化它 更加令宋献失望的是 除了语言 原本是他强项的舞蹈 没想到也意外地成了 他在练习生期间 另一道最头疼的男情 因为其实我学民间舞和古典舞 你让我去些街舞 我真的是这个范儿弄不过来 我看得到我不对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哪儿不对 因为我的身体就是一个板的 我就是跳民间舞 跳古典舞出来的 你让我去松松垮法 跳那个东西 就刚开始我跳什么动作都不对 这动作我学得真的很快 但是范儿就是不对 就看着的时候 我就觉得对自己好失望 就是为什么我一个学跳舞的 连一个范儿都掰不过来呢 为什么我学动作学得很快 为什么这个味道就是不对的呢 最失望的就是 我本来应该是最擅长 应该是我的强项的东西 现在变成了我的负担 变成了我的最弱的东西 让我很失望 那我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 哎呀真的好失望 真的挺没用的 我干嘛跑到韩国来呀 想要弥补自身的弱点 唯有更加被努力的练习 别的练习生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练 宋茜是每天上午十点 公司一开门就给自己加练 几乎一整天我从早上十点去公司 可能我早的话可能十点离开公司 晚的话可能练到凌晨一两点 等 如果是有那种就是检查 像我们考试那样子的评价会的话 我可能连到凌晨四五点那种都有 然后就可能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跳舞 就几个小时不停地在跳舞 因为这种疯狂的练习 如今的宋茜经常在各种综艺节目上 表现自己如软体动物一般的超强身体柔韧性 但少为人知的是 为了练就这种软体绝技 宋茜就连睡觉都是用劈叉的姿势来睡的 劈叉睡就是习惯了吧 就插着腿睡 我睡觉可能我头在这边 起来的时候我头椅子那边了 然后腿还搭在墙上那种的 比在身体方面的辛苦更残酷的 是精神方面的煎熬 众所周知 韩国的练习生制度向来以竞争激烈 淘汰率高而闻名 没有固定的出道名额 平均一百个练习生中 只有不到一半有机会出道 运气不好的练习十年 也得不到出道的机会 当时已经二十岁的大龄练习生宋茜 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前途未卜的环境 因为当时中国艺人在韩国出道的 只有韩根哥一个人 那我就希望我能够成为第二个在中国 在韩国出道的中国的女艺人 不管是歌手还是演员 那这个东西就是顶着我 那我已经来这了 环境就是这样 环境就是这个样 我不会韩语 然后街舞也是要重新学 然后演技也是要重新学 还有各种各种方面 而且我年龄这么大 那我要是现在不赶紧努力一点 而且练习生真的非常多 我如果不努力一点 我如果不在练习生里面拔尖一点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道了 因为哪怕我学到最好 我每一次都是第一 就排名的时候每次都是第一 我也不见得下一次出道的人可能是我 对 因为有很多练习生 你在那边五六年他都没有出道 很多练习生都好多年都没有出道 这是很有可能的 那不能说我年纪大 公司就会首先捧我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几年的刻苦练习 原本作为演员培养的宋茜 因为舞蹈功力的出众 意外地被公司安排和其他的刺猬女生 一块成立了组合 作为歌手出道 但是就在宋茜以为 要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知道自己要出道的时候 我内心是成了一些感受的 还挺惊讶的 就是又以歌手出道 我不是要准备演员吗 又是那种 我不是要准备演员吗 要以歌手出道 而且都是跟我年龄相差很大的 就年龄跟我最近的女孩都跟我相差 五岁呢 所以我就觉得 不是吧 压力还蛮大的 然后还让我当队长 那我就 压力山大呀 比突然从演员转为歌手出道 更让宋茜压力山大的 是在一次回国探亲之后 一胖体质的宋茜 长胖了 此时距离原定的出道日期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能否顺利出道 宋茜只能再次去拼了 在那个要准备要出道的时候 那之前其实回家了一趟 有点长胖了 然后就开始 就是因为身材的原因 就压力更大了呀 因为公司说你要出道 你要准备了 没有多长时间了 就是每天早上 我六点起床 洗完脸烧完牙 我就去跑步 去汉江里面 跑两个小时的步 然后回来 回来以后 然后吃两口 可能吃两口豆腐 或者吃一小口米饭 或者吃一个水 我就去公司练舞了 练舞就练一整天 练到晚上 可能十一二点那种 然后我再回家 回家以后 就马上倒头就睡觉 第二天早上又起来 就是那样子循环 当时我就现在想一想 我觉得特别奇怪的 就是一点都不觉得累 就是当时就觉得 这个就是动力 这个就是 我不用电脑钟 我六点都可以起床 对就是有希望了 看到那个曙光了 我可以去到那个 更有阳光的地方 我可以去到那个 更宽敞的那个地方 我有希望了 所以那个时候 就真的是 我亲自未有的动力 就是 某的劲儿往前跑 2009年的9月1号 宋倩和另外四位女生 组成了FX组合 正式出道 但说起她们的出道演出 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 就是腿软 想上厕所吧 就是真的是上舞台的那一瞬间 因为我们组合啊 真的是到我们 就是第一次演出的 那天早上 我们的舞还在变 所以我们的舞是 那天早上还在改 改了几 一大早起床 连天起床 去改 去改那个编排的舞 改完了以后 然后上了舞台 所以每个人都心情 又激动又紧张 我就是 腿软 正如同在中国流行的 韩剧明星 前年是李明浩 去年是金秀贤 那今年又换成了宋仲基 韩国演艺圈的更新换代 就如同一阵 不知道往哪吹的风一样 在韩国 平均每年都有接近 50个偶像组合出道 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 能够保持活跃 当时刚刚出道的FX 剑走偏锋的 选择了混搭风格 这种大胆的选择 从一开始 就显得非常冒险 当出道以后 我们就是 现实就是 没有那么多的人 很快地接受 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 这个组合太难了 不容易被人接受 不是那种可爱风 也不是性感风 很独特 太独特了 不管是歌词 还是歌曲 还是我们的那种风格 都是让人觉得 太不一样了 太独特了 就是因为太独特了 不容易被别人 很容易地接受 所以就是慢慢地就觉得 我就开始觉得 原来这个东西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作为队长 同时也是组合中 年纪最大的成员 宋倩不得不独自挑起重担 拼命参加各种综艺节目 为组合打开局面 其实当时刚出道的时候 能去跑综艺节目的人 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因为我年龄就是成年人嘛 其他的都还是小孩子 然后我又是外国人 大家可能会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 来接受我 然后就跑各种真人秀啊 还有其他综艺节目 那我当时我也是 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 其实挺贪心的人 就有工作 只要接受我 只要让我去做 我就会去做 我就想要去做 所以刚出道那一阵子 其实我的综艺节目 真的是排的 就是真的是没有睡觉的时间了 就一天跑三个综艺的时候都有 就连轴转的那种 因为当时的韩语不太流利 宋倩经常被人在节目中调查 甚至在一档综艺节目里 被许多韩国艺人 同时抱怨不好沟通 当时的韩语还不是那么的熟练 因为不管是采访 还是说虚伤综艺 你总要说话吧 你说话 那我语不成句的话 那这个东西 就是很难表达我的情感 表达我的意思 那人家就会可能听我说了说 就不喜欢听我说话了 除此之外 在这些节目中 从小性格内向的宋倩 开始逼着自己 去挑战各种高难度的节目内容 忍住剧痛 单手劈断筷子 在烈日暴晒中 举起20斤的大米 坚持半个小时 一口气喝下八个生鸡蛋黄汁 可以说宋倩 在每一个参加的节目里 都拼尽全力 我小时候就是几乎不说话的 就在家里面 我跟自己家人都不怎么说话的 所以其实刚开始 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也是逼着自己 因为我不做不说的话 不去做这个反应 不听别人说 以后我大笑 或者是鼓掌 或者是怎么样 不去表达一些东西的话 那镜头就不会抓到我 也不会给我这个 就是到时候剪辑的话 就会把我剪掉了 那我既然上了这个东西 我不能被剪掉 我要做更多的东西 可以让别人 把我编辑到这个 到时候播放的这个节目里面去 动线的努力 和其他团队成员的相继成熟 带给了FX更多的机遇 虽然起步不顺 但是组合成军七年 依旧还在乐坛保持活跃 不断推出新的专辑 并且有多首单曲 都拿下了音乐排行榜的冠军 在花五百日好 红不过五年的韩国演艺圈中 出道七年的FX 无疑已经算得上是 长青组合了 因为其实韩国的 真的是这种更新换代 真的很快的 就是一个作品红了 然后演员就红了 红了以后 大家会很追很追 风追他 风追他以后 如果有下一个又红的作品的话 大家就会渐渐地忘掉之前的了 所以每次我们出新专辑 再去电视台演出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 那个节目端就 好多不认识的新人都出来了 然后年纪又小 然后长得又好看 都是些小朋友 那我在那边 就是就变成老大姐了 那种你知道吗 所以就觉得 哇 更新换代太快了 就太多的新人出来 就是每一 几乎每一天都能出来 一个新人的感觉 所以说就是 你再不努力一点 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去做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很快 就会被大家遗忘 跳舞出身 误打误撞地进入歌坛的宋倩 在韩国的音乐界 站稳脚跟之后呢 已经是接近三十岁的年纪了 在异国他乡 漂泊了近七年的他 准备回家了 2015年 宋倩回到了国内 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 开始将重心呢 转向了影视 要从歌手变身演员 他能做得到吗 从2012年开始 宋倩相继主演了 《爱情闯进门》 《简阵奇缘》等电视剧 开始磨练自己的演技 今年年初 在湖南卫视播出的 《美丽秘密》中 由宋倩主演的女主角江美丽 骑着一辆红色的电动车 四处派送快递的形象 就像是一个亲切的 林家小妹一样 让人几乎忘记了 她在舞台上 魅力四射的偶像身影 就是做歌手的时候 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你真的要撑得起这个舞台 而且表现的 就是宋倩这个人 宋倩在唱歌 宋倩在跳舞 但是你要去演戏的时候 表演的时候 她就是演的是另外一个人 就不是宋倩这个人了 那我当然要把 我自己的这个东西 先放下 不能想着我是宋倩 我是宋倩的话 宋倩的话 我就不能这样做了 那我可能这样做了 那如果是宋倩的话 就不能怎么样了 今年也是宋倩作品集中上映的一年 除了美丽的秘密 和正在上映的 《我的新野蛮女友》 再过一个多月 由她担任主演 改编自郭敬明同名小说的 大型古装玄幻电视剧《幻城》 也即将在湖南卫视 暑期党和观众见面 在这个连续缔造了 古剑奇谈和花千古收视奇迹 捧红了李一峰 霍建华 赵丽颖等一众明星的党期 宋倩 是否会一鸣惊人 无疑值得我们的共同期待 我前面就是女战士的造型 就是很有力量的那种 然后后期就是 一点傻白甜 小公主的那种 就是会把我很久没有的刘海 齐刘海放 拿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里面还会有很多打戏啊那种 对 就是能做打戏当时我都去做了 所以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看得过瘾吧 什么呢 在许多和宋倩合作的人看来 宋倩身上最大的特质 就是极强的试验心 在现实生活里 即将步入儿立之年的宋倩 同样选择将更多的时间 精力去创作更多的作品 现在阶段的梦想就是做好我现在能做的这些工作吧 因为我觉得我还年轻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有很多 就是没有不工作的时候了现在变成 所以会很忙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多工作需要我 有这么多事情值得我去做 那我就要把握好机会 现在给我的机会 不一定我过一阵子也会给我 那现在给到我 我就要把握住它 然后在我现在能做的事 就是有限的时间里面 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趁年轻的时候劈一劈嘛 从一个不会韩语的大龄练习生 到高人气偶像 演员和全能艺人 宋倩的成功之路 没有一泡而红 也没有天上掉下来的什么大馅品 宋倩就像是一只勤奋的蜗牛 在一步一步的去拼命的奔跑 把握每一个可能带来不同的人生机遇 也正因为如此 宋倩今日所得到的一切 都更为脚踏实地 它的未来也更值得我们期许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明晚同一时间 咱们不见不散